其實我很喜歡《以和為貴》的角色 而且我是這麼多一套 因為我第一次拍笑片 喜劇 對 喜劇是搞笑的 是第一次我可以拍的 是拍得這麼開心 因為每一套之前有很多感情戲 或是很重的戲 是要很認真去對待的 但《以和為貴》每一天開工 你記完劇本 但你知道到去到 每個人都會爆肚 每個人基本上無論是劇情或劇本 都會有某程度的改動 或者一些動作 所以每一天開工都是一個很新的嘗試 有不像你自己人的角色 好像是任職那些 簡直說找我因為他覺得很像我 不知為何給別人的感覺 是不是誤誤 常常好像很不說話 或者很收買 但是因為這個角色 就像我的方面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我都是 我不是直的 但很多時候我是比較靜 很多人會覺得因為我是滿意 很多人不熟我的時候 就會以為我很酷 或者很靜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這個角色很像我 很適合我做 很多人以為是一個很難的挑戰 但監製就覺得 我覺得不是挑戰 我覺得你是做回自己 這樣